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个意义 哈喽 听得到吗 听得到汪老师扣个1 OK 行 那我们就开始了 两点半了 准时开始 好的 今天又跟大家见面了 我是小潘潘 今天给大家分享主题是 时间差红利引爆流量 好 我们说的时间差红利是什么意思呢 然后我们接着往下讲 今天主要讲三个部分的内容 第一个部分是简介 第二是红利广告坑位 第三是我们的一个总结 是吧 好的 之前没有听过老师讲课的 老师简单的花30秒钟的时间 自我介绍一下哈 我叫小潘潘 我来自深圳市欧拉电子商务五行公司 9年的外贸经验哈 月行 月寻盘加TM是27000 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数据 好 这个是我Alan Chiu的一个账号哈 大家可以看一下 五月份的时候在疫情 呃 期间的话 我是这个店铺的话 我是呃 干了差不多七个月哈 每个月寻盘是2600左右 然后TM是11000哈 月房客11万 然后这个店铺是干了呃 一年半左右哈 一年半左右 然后月寻盘是3500 然后TM是1万个哈 月房客是10万 然后这个我是在做什么类目呢 消费类电子哈 消费类电子 所以说每个呃 类目它出来的数据可能是不一样的哈 但是我做的数据是呃 相对来说比较爆的哈 然后呃 呃 二级二级类目的话 流量的话也是排到呃 第一名这样的一个情况哈 好 那我是怎么样能做到这么大的一个流量呢 那单靠我们一个小时一个直播是呃 讲不完的哈 所以我只能够呃 讲今天的一个主题 就每次老师直播的所有的内容都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大家有没有去执行呢 有没有去操作呢 这个点就非常非常重要了哈 好 我去过很多国家进行啊 国际地推哈 好 了解一下当地有一个市场哈 然后个人的标签是数据运营 好的 我们说什么叫红利呢 好 什么叫红利 以毒不回 做国际战的小伙伴大家都能够理解 什么叫以毒不回吧 好 如果大家在做国际战的话 好 大家都清楚什么叫以毒不回 是不是 好 也能理解为以毒以回 好 以毒不回 对大家来说 好 如果你的竞争对手是以毒不回的情况的话 那对你来说就是红利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你的竞争对手没有理这个客户 或者没有及时的理这个客户 是吧 所以说 反过来也可以去理解为说 客户以毒不回 是吧 你发消息给客户 客户以毒不回 是吧 那老师这里说的以毒不回的意思就是说 你看了客户发过来的询盘 你没有回复 是吧 这个存在于什么时间段会比较多呢 节假日 是吧 比方说过年啊 国庆啊 或者周末啊 是吧 你看到了 但是你没有回 好 所以大家在现在马上就要过年了啊 就马上要放假 今天21号正常的情况下 我们是2月5号左右放假 现在还有大半个月的时间 所以大家需要做什么呢 就是说大家要抢这一波 很多你的同行在不在上班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情况下 多承接流量啊 就是说老师会遇到很多种情况 就是说呃 比方说报个直播啊 然后凌晨的时候基本上没人报 是吧 就是说呃 说呃 就是说呃 销售啊 或者说直播的一个同学啊 他们不想熬夜啊 反正各种理由都有 其实我们真正要呃 呃 报 比方说报直播的话 看到时间点还是以自己的主市场在哪里去报 哈 而不是说你到底起不起的来 呃 就是说呃 该不该加班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很多人会抱怨说没有流量 没有流量 没有寻盘 没有TM 但是很多东西你都是不配合的状态 你知道吗 你绝对你就是 你就活该没有流量 就这么简单哈 有时候我就觉得就是你们的一个 说话的一个思维方式很搞笑 你自己想要流量 你又不努力去争取 就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你在自己谈客户的一个过程中 你会发现很多问题点 你是没有做到位的 然后最后面把所有的锅都抛给运营说 哎 没有流量 好不好 所以大家这里说的已读不回的总结就是说 大家一定要客户流量来的情况下 寻盘TM来的情况下 大家一定要已读立马回 好 第二个点我们说的就是坑 大家看坑这个字是包一词还是贬义词啊 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很多小伙伴觉得坑是不好的一个词 是吧 其实在我的理解 好 在国际上里面坑是很好的 我可以理解为两个层面 从我刚开始做国际上的时候 我什么东西都不懂 什么东西都要问客户经理 到后面我会觉得客户经理 很多事情都没有办法帮你解决的时候 我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的呢 我就在丁丁群里面 然后我学习了很多老师的一些干货 一些直播的一些内容 然后我学习他们是怎么进行推广的 怎么进行谈客户的是吧 怎么进行占坑位的是吧 怎么进行推广 然后我就通过自己的不断的学习 每天丁丁群里面的内容 我都是不落下的 然后反过来 我再去看我的同行 我的竞争对手 在手机端也好 在PC端 电脑端也好 他们是怎么进行完流量的 是吧 他是不是投入了很多广告的费用 比方说他投了问顶啊 顶展啊 还有其他的一些大逼包啊 国家包啊 是吧 你是不是没有投入 是吧 他是不是已经做了很久了 然后你才做了几个月 我都会去分析跟了解 然后找到自己的不足之处 然后努力的提升自己 然后做到 别说超越同行吧 近似 至少是在他屁股后面 这样一直跟着他是吧 马拉松大家都知道 是不是 或者是长跑 长跑冠军是吧 很多人就是说 你有没有赢的欲望 或者说你有没有机会赢 就存在于说 你是不是跟在你的头羊后面 还是说你一直在领跑的状态 对不对 所以举这个例子给大家看 就是说大家一定要 不管自己是在哪个阶段 都要跟着平他的节奏 跟着竞争对手的节奏来 去玩国际战 你才会有流量是吧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你内部的所有人员都要配合运营去玩 如果内部的销售 不配合的一个状态 单靠一个运营是很难玩这个流量的 至少在少花钱的情况下很难玩 除非你呃非常有钱买了问鼎是吧 然后流量很爆是吧 所以基本上99.99%的人都没有这样的一个经济实力 何况呃问鼎的坑位也是很少的是吧 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大家就要配合运营去做国际战里面的很多琐碎的事情哈 好的 我们第二个呃点理解的坑 我们说的是坑位哈 大家可以理解为如果一个品牌 比方说是呃叫什么品牌啊 耐克是吧 耐克在呃我们中国 广州深圳北京呃武汉呃四川所有地方都有门点是吧 所以他占了很多坑位 但能懂我意思吗 那在国际战里面也可以占领很多的坑位 很多坑位是要花钱的 有些坑位又不用花钱 大家怎么样在这个花钱跟不花钱的坑位里面都能够占到坑位 才能够提高自己的所谓的曝光点击跟寻盘是吧 还有TM 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坑 你到底占了多少个坑 这个点很重要哈 好的 那我们说完什么是红利 那如何获得红利呢 在我们放假的这段时间的话 我是跟我的业务员说 越是到放假的时候 这个订单是越好接的 为什么呢 大家会发现一到周六的情况下 基本上这些销售都是不回寻盘的 当然不是老师一杆子打死所有的人 基本上他们的回复会比较慢 是吧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 就很有利于我们的店铺去承接流量 是吧 怎么样把人 比方说你有六个人 怎么样把它分到说轮流去值班 把七天都把它填满 这个点很重要哈 老师从19年开始去比赛之后说 我经常都是通宵去接订单的时候 然后很多人都是两半岛开始做哈 所以蛮多人还蛮恨我的 就是说就是你小盘盘说了 哎要凌晨去接单 然后导致我呃睡眠 就是说呃就是说这睡眠习惯不一样了哈 又要熬夜要两半岛 然后呃挺挺挺挺恨老师啊 但是有些人也呃默默的在赚钱 因为他获取了很多流量 然后呃导致了就是说 他的流量跟一个转化率 以及接承接下来的订单量 比以前相比的话是多了很多很多哈 好的 第一部分如果获得流量 我们说的是引流哈 你不推我推哈 就是说很多人在周末的时候 把那个呃自动车关掉了是吧 然后特别是一些节假日的时候 比方说国庆呢 或者过年呢 他都把呃就是 自动车关掉了 然后我问他问为什么 他说呃过节的时候 没人在谈订单 然后我觉得不可思议 就是呃可能我们在做的小伙伴 跟我的呃思维方式不一样的 我的思维方式是以老板的思维方式去做事的哈 不管是以前打工的时候 还是现在自己在做老板 我都是以老板的思维方式去做事的哈 所以我很知道说你真正的一个盈亏 最重要的点就是在你放假的这段时间是吧 我就喜欢玩时间差哈 就别人不想要的那个流量 其实他不是不想要 总结下来就是懒是吧 所以人懒的一个情况下 又有雄心壮志想赚很多钱是不现实的哈 除非你的产品非常好 就没人别人没有 或者别人也有也有的一个情况下 你的性价比非常高是吧 好引流 我建议大家就是说 越是在放假的时候这个流量都要打开哈 没有任何我都是很客观的说这些事情呢 为什么 因为本身在放假这些时间段 老外是不放假的 特别是过年的时间段哈 我们现在马上要是过年了 老师就以过年这段时间来说 啊 国外的放假的话 举个例子 圣诞节他们已经放完假了 是不是所以他们是正常在找产品的 只是我们中国在过春节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同行去引流的呃 人数会越来越少是吧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你去引流的一个情况下 成本也会比较低 获得流量也会更大明白吗 但是没有要求说 你必须要24小时盯着这个国际站是吧 你在放假的时间段 早上9点啊 八九点啊 可以回一下客户是吧 然后该帮拜访亲戚 该去玩去玩 然后时不时一旦无聊的情况下 再看一下客户有没有一些要求是吧 也可以回一下客户对不对 所以首先要把引流的端口给打开哈 然后你不回我回 我们说到一个回复率是吧 现在回复率也是算到新等级的一个 考核范围里面了哈 所以这个点也很重要是不是 回复一个情况下就会有成交 你没货有货 你没货我有 这个点就很重要了 在这个实验点大家都要 如果是做现货场景的话 大家切记一定要去准备库存了 准备什么时候的库存呢 2月份整个月跟3月份整个月的货 怎么备呢 打个比方12月份某个产品 大家出了1万台 然后颜色分别的比例是怎么样的 是吧 大家就可以以这样的一个颜色比例 去备2月份跟3月份的货 那要怎么备呢 至少你要备1万5左右明白吗 1万5左右的意思是什么呢 首先你这个剩下10天你要出货是吧 然后2月份你要出货 3月份你要出货 大家别想着2月份 大家放了十几天或者半个月哈 其实你还是在接单的 能明白吗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大家可以备一些货现货的 防止过年回来之后 因为其他因素比方说疫情是吧 导致很多工厂没有办法按时开工是吧 导致没有货 那这个点就很重要了 只要你有货 你随便便怎么样都可以去卖 能理解我意思吗 好 就说到备货之后就会有成交是吧 如果你现在没有备货的一个情况下 或者缺资金的一个情况下 在你交代销售的一个情况下 大家也要去进行成交是吧 尽量成交完之后的话 一旦是2月18号左右初期 左右上班之后的话 大家去迅速去买货 看能不能买得到是吧 买不到一个情况下 就退货给客户了是吧 如果自己本身有库存的一个情况下 然后或者说 又能够买到现货的一个情况下 你不发货 那有货的同学就可以进行发货 去承接这个流量是吧 所以这里说的获得红利的整个过程 最核心的点先把流量的窗口打开 打开之后二三步的一个情况下 就是你销售有没有这个一个态度 跟状态去成交这个订单 是不是 如果有的情况下就跳到我们的发货 正常的一个情况下 二月份做的业绩会比一月份好 大前提是什么呢 引流的端口打开 加一个销售领导的一个态度 工作态度是吧 好 我们说到引流之后的话 那目前为止 目前为止国际站有哪一些 比较性价比高的一些推广方式 有所谓的一个推广时间红利呢 首先给大家介绍的是推荐广告 是吧 首先推荐广告在哪里呢 可能之前同学们听过老师说过推荐广告了 那我今天以商家的一个角色的话 再给大家重复一遍说这个问题 首先推荐广告目前来说是没有 相对于关键词推广的话 它是没有很多商家在玩的 它就会造成什么呢 其实竞争对手不多 就是商家占坑的人数不多 导致它的一个每个点击的成本非常低 是吧 可以以非常低的一个成本占领坑位 是吧 首先它在APP首页的餐饮 如果你喜欢just for you 大概大家打开你的alibaba.com 然后在首页的情况下 往下拉就会有个just for you 是吧 有个just for you 然后这里就会有广告位 是吧 好第二个点的话 就在我们的APP的跨店推荐 APP的跨店推荐 大家打开我们的alibaba.com 然后搜索一个词 比方说smartwatch 是吧 搜索出来之后的话 前面就会有问顶的商家 或者第二个就是排名是顶展的商家 后面就排名AD 就是说烧广告位的这些商家 但是前面会被点击到的商家 都是以高成本去获取流量的 就所谓的关键词推广 是吧 那它在排在前面的一个情况下 点一次可能是要二三十块钱 但是我们的推荐广告 只需要花三块多钱 就能够占领这个坑位 怎么占领呢 只要你开通了这个推荐广告 在他点了这些通过AD广告位的商家 点进去之后 往下拉 拉到了详情页之后 就会拉到我们的recommended 一个推荐 首先推荐的是这个链接 这个商家的其他产品 后面再推荐一个recommended from other suppliers 就是其他商家的一些产品 好 首先推荐出来的产品都是同质化类型 甚至一模一样的产品 那它有可能这个商家 因为羊毛出到羊身上 他推了这个AD广告位 有可能他的卖价要比较高 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有可能他是卖19块9 但同样的类型商品 有可能有人卖12块8毛6 就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 其实这个商家在推 推到前面的一个同时 压根就没有发 询盘给到这个商家 他会把询盘发给比较便宜的 产品又是很类似 或者一模一样的商家 所以APP跨店推荐 这里的坑位的话 还是挺不错的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APP的购物车推荐 好 我们叫shopping cart 就是我们的买家在买完这东西 准备要付款的时候 他就会看到下面有很多广告位 是吧 大家可以看到 这些产品跟这个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这里有个按钮 这里是没有按钮的是吧 其他部分的话 在图片上 以图片上来看 都是大同小异的是吧 他才卖多少钱 3块多 这里的话要卖12块多 是吧 那这部分在客户付款之前的话 就会让客户很大的兴趣去点击这个便宜的产品 然后给他发寻盘 那这部分的APP 购物车推荐 就会很大的影响到我们的这些商家的一个转化率了 是吧 因为他的一个订单的一个跳失率会上升 因为推荐广告位会把这个流量给偷走 是吧 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 所以下面一个点的话 大家还有一个行业 PC行业会上推荐 我们打开alibaba.com 好 好 我们打开alibaba.com 然后 呃 这里的话我们点开一个类目 是吧 比方消费电子 好的 这里就有recommended for you 大家可以看 这里有ad位 好 你看现在美国东令时下午4点钟开始刷新 是吧 这里只有一个人在开广告位 大家能懂 懂我 明白老师的意思吗 就是 开这个推荐广告的坑 这个商家 开推荐广告的商家太少了 导致大家随便花个三块钱就能够排到这里 很显眼的一些位置 好 大家要明白老师的意思哈 就以很便宜的一个单价去占领这个坑位 好的 然后剩下的就是在哪里呢 剩下就是 只要你开通了推荐广告 然后光阿里巴巴就会帮你在Facebook外围进行推广 是吧 站内也会推送消息 站内怎么推送消息呢 买家在看这些产品的时候突然间会弹出一个窗口 是吧 他说我已为您推荐了国际站里面优秀的商家给到您作为参考 那这些优秀商家是谁呢 就谁 简单点通俗的理解就是谁开通了推荐广告 谁就是优秀商家 为什么呢 大家会觉得有一点点好笑是吧 好笑在哪里呢 我们说的是广告位哈 我们不是说的是自然排名 所以你开通了自然广 推荐广告的话 阿里帮你内推push 这个消息是很正常的 所以大家站内推送优秀商家 这个不用笑哈 好的 我们说完推荐广告之后 说刚才老师说了 推荐广告是以非常低的一个价格去占领这些很重要的一些坑位哈 那到底推荐广告需要效果怎么样呢 需要花多少钱呢 为什么老师说很便宜啊 大家看一下老师的数据哈 搜索人群在营销大家看一下哈 近七天我花了四百多块钱 每天大概是不超过六十吧 不超过六十块钱 然后平均点击花费是五到三块钱是吧 平均推广时间是仅仅二四个小时哈 然后大家看一下我的曝光是在爬坡的哈 这个坡越陡 就会导致我的点击率的一个下坡的也会越陡 大家看到没有 所以大家觉得说点击率高还是好还是低还是好哈 就很多有些点击率是百分百的他是怎么做到呢 一个曝光带来一个点击然后点击率是百分百哈 我觉得没有太大的意义哈 所以说因为他这个系统帮你推的一个情况下他就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状况哈 而且他推的很多曝光很高的一些产品是什么品呢 就是即使你已经是曝品的这些链接他出来的一个曝光会越高哈 本来你就是曝品的这些链接哈哈 好下面我们看RTS专属在营销出来的一个效果怎么样呢 平均点击还是三块钱哈 平均推广二四个小时哈 然后曝光量也是在上坡的哈 然后点击率也是在下坡哈 点击率非常低 然后近七天的话花的钱还挺少的 每天大概十块钱都烧不到吧 大概这样的一个情况 呃说明什么问题 从这个维度大家可以看到哈 就是说呃你可以理解为这样的一个商家他做呃 OEM的链接会热度会比RTS链接热度会高明白吗 为什么因为他OEM的链接你看搜索人群在营销是说 OEM的链接就是非直接非直接下单的链接跟直接下单的链接 RTS链接都可以在里面进行推广的哈 然后RTS专属顾名思义就是说 只有RTS链接才可以进行推哈 所以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店铺的一个情况下的话 其实这个呃 商家的一个RTS链接会比较少也可以理解为他的一个定制的产品会比较多哈 大客户会比较多也可以简单点理解好 我们说完这个效果跟呃推荐广告在哪里跟推荐广告效果之后我们说一下我们推荐广告要怎么进行开通呢 嗯 好我们点开我们的一个外面指控车哈 好我们点开之后的话 那我们点开我们的呃推荐账户 推荐账户大家不要点错哈 好 这里的话推荐账户大家就可以去充值哈 可以进行去充值哈 好然后充完之后的话怎么进开通呢 我们点开搜索人群在营销 我们新建一个计划 好的 然后大家这个可以去改哈 好根据自己到底要呃推哪些产品是推爆品呢还是新品呢 大家可以去改哈 好保存继续 然后呃 这里的话添加的一些产品就要推添加那种 橱窗品 爆品 实力优品 数据好的品 然后订单比较多的品 我告诉大家为什么 因为 推荐广告你占的这些空位的一个情况下 客户之所以会点你的一个情况下 是基于说你的价格可能会比这个链接推的时候 就是你看这是跨店推荐嘛 就是你的价格会比较低哈 他会点进去点进去的情况下 他会不会直接下单呢 取决于首先你是不是RTS链接 第二取决于说你 承接的就买家数有多少 流频做怎么样 好频率做怎么样 明白吗 就是说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如果你本身性价比又比较高 里面数据又不错 买家数又比较多 然后好频率又比较高的一个情况下 那你的转化率 客户直接下单的几率 静默下单的比例就会越来越高 是吧 所以这里老师推荐的就是 厨窗品爆品实力优品跟就是订单比较多的品 老师是比较推荐大家进行去推广的哈 好打个比方我们随便点一个 点完之后的话每日每日的预算至少是100哈 你看一下50是不行的哈 好100 大家不用担心 100的话他不一定会烧完的 大家老师刚才也可以你看了 你看是我的品的一个情况下的话 他是这个100块钱每天是烧不完的 这里每天才烧50多 这里每天你看每日预算100 他每天才近7天才烧了70块钱不到 每天不到10块钱明白吗 所以他只是一个规则上的一个要求 你要放100块钱哈 具体看你的产品的热度了哈 出价的话这里的话0到3 大家看看行不行不行的话 这里直接到3到3哈 然后如果大家的品是那种呃 利润点比较高的一个情况下也可以直接上4 4我们点保存 添加关键词我建议可以不要去添加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里的推荐广告跟关键词推广是不一样的 推荐广告是系统帮你推的 你能把控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要到底要花多少钱 呃让客户去点一次明白吗 好我们点开呃之后的话 创建完之后我们点开我们的查看计划 好我们看一下哈 自软关键词我们可以不要 然后类目偏好的话 大家可以去想一下我卖的是耳机哈 那平板电脑对于耳机也是有要求的是不是 那手机做也是类似于消费电子的是吧 就你类目一样 所以有需求的人也会呃 就是会比较匹配啊 好手机包手机壳呃也是比较匹配的 展示架是吧展示架是什么呢 你去餐展的时候你要摆你的呃样品是吧 比方说摆你的耳机也是有可能的对不对 所以他展示架面对的是所有类目的商家明白吗 他这个展示架如果是那种参展的展示架的一个情况下 他面对的就是比方说有可能是手机耳机呃叫什么呃 还有一个叫什么音箱是吧 就是能放得下放在这个展示架的都可以是吧 好墙壁开关这个不匹配啊 卧室家具可穿战设备就匹配了耳机耳栽也匹配是吧 然后酒吧餐具这个东西就不太匹配了整车也不太匹配是吧 整车的话我不知道他这个整车说是不是汽车哈 如果这整车说汽车的话也可以是吧 汽车你带一个耳机然后方便接听电话是吧 如果是滴滴司机之类的人群 然后点开我们的一个采纳是吧 好点完之后的话我们看一下呃这里 这里的话能调的一些部分就没有了是吧 只能调价格哈 如果大家钱烧不出去比方一天一晚烧不出去 这里价格就往上呃调调一块钱去试哈 直到大家钱能够被24小时烧完之后 那你出的价格就是比较匹配的好 明白老师的意思哈 好我们点开我们啊我们的一个返回 好 好我们这里呃做完这个点的之后的话 我们再呃创建一个RTS专属营销 新建 RTS专属营销哈 这里的话也可以去写RTS爆品呢 或者是RTS新品啊或者潜力品啊实力优品都可以 喜欢之后的话这里的RTS呃专属营销的话 也是建议大家上爆品实力优品 潜力品有订单的产品有寻盘的产品是吧 然后呃自然排名很靠前的这些产品啊 还是呢那句话就是说你要有转化你的里面数据不错啊 然后客户直接下单的机率就越高是吧 好我们随便点一个啊 点保存啊这里预算的话还是100最少 这里是3块钱到4块钱 点保存继续好添加关键词可以不添加 然后这里的话也是呃类目偏好 这里我就老师就不赘述了 刚才跟你说呃跟大家分享过了是吧 然后这里他是直接帮你勾完了啊 然后他大家也可以按照他的一个推荐进行提交啊 提交完之后我们点开计划 我们看一下我们能够呃设置的这里还是说出价是吧 匀速消耗的话我呃大家可以点也可以不点哈 就是说如果大家钱是很快一两个小时被烧完了 大家可以点开这匀速消耗系统会帮你控制哈 好的这个自选关键词还是呃建议大家不要去填啊 因为这是智能推荐不是关键词推广哈 这是推荐广告哈 然后类目偏好这里也是已经设好了是吧 所以这里的话也是呃这么去设就可以了 然后设完之后呃一个礼拜后看一下数据怎么样 大家会发现一个礼拜后哈 大家会发现一个礼拜后你的数据好的消耗多的产品 一定是那些爆品哈 就是热度很高的他消耗的就基本上占了百分九十九十以上了哈 好的我们接着往下说 好下一个我觉得是呃红利的广告位的话是我们的趋势明星哈 然后APP趋势云主题每个广告带两个赞品 这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在APP端搜索一个cleansing brush呃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呃 呃这是叫做截面仪哈 然后搜索出来之后的话大家会发现第一位还是说问顶 然后第二个是顶展啊 呃下面有AD位的是广告位哈 然后大概到第七八位的一个情况下 这里又跳出来popular and trending products 这里就是流行趋势品是吧 然后点进去之后的话就会看到这里有很多呃趋势明星的一些产品是吧 大家还是这样的一个思维哈 其实你这里花的钱就是三块钱点一次 然后但是你排的排的顺序还是挺靠前的 在第七第八位就排到呃这个位置了 所以客户看到这些坑位的一个情况下都会很好奇 到底我这个市场有哪些流行的趋势品呢 我能够进行去选择呢哈 他就会很好奇点进去哈 然后产生消耗点击了就会扣费哈 没有点击没有扣费 好我们再看一下趋势明星PC端的趋势云主题哈 然后我们在PC端搜索一个关键词比方说是cleansing brush 呃我们的节衣节面仪 然后我们的AD广告位的赞排名第一位 第二位第三位 从第四位开始这里还是有个popular and trending products 是吧 然后大家就可以点进去看这些产品了哈 我给大家演示一遍 只要是PC端能够演示我就呃给大家看一下哈 嗯 cleansing brush ok 你点开以 好大家看一下 这里是呃第五位的一个广告位哈 赞排名第一第二 第三是吧 第四位就是我们的popular and trending products 好 这里的一个情况下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如果这个关键词你要排到第五名 你需要花多少钱 大家可以去思考这问题哈 好 我就算他9块钱吧 然后你看这里的一个广告位哈 赞排名第四个开始 大家可以理解为 你看这里才需要花多少钱 这些广告坑位 好 三块钱哈 只需要花三块钱 好 可以看一下呃 老车数据 趋势明星效果三块钱是吧 好每天是50块钱哈 每天50块钱 五七三十五吗 最消耗三百五 好我们说一下趋势明星怎么进行开通呢 我们点开我们的营销中心 点开我们趋势明星 这里有营销蓝海版跟流量趋势版哈 好 然后我们点了营销蓝海版之后 我们点创建 蓝海计划哈 好 十操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好 我们点开之后的 点开趋势明星之后的话 这里就有营销蓝海版哈 大家看一下 蓝海指数 大家已经呃 这里的话 网站已经帮呃 大家给降续了哈 这里蓝海指数说明 匹配的呃 搜索流量越大 直通车竞争小 对应的营销蓝海就越大 营销蓝海 顾名思义哈 其实这里的 比方Mobile phones 手机 这流量是非常大的 但是 在手机开通 呃我们的一个呃 趋势明星 产品的 直通车广告的人 又很少 是吧 流量大 开通呃 趋势明星的 上台又少 那这样子 你对应的蓝海 而营销的蓝海度就越大 是不是 好 竞争力说的就是说 呃 你命中该主题下的 产品越多 是吧 你的竞争分子就越大 这什么意思呢 你命中的产品越多 说明你占的空位就多嘛 是吧 就这个意思吧 是吧 好 你点开一个smart watch 是吧 然后点创建营销 每日预算还是写50哈 这里有50 计划管理 你点开南海 然后点开之后的话 我们看一下 这里的话 每日预算的话 就至少是50了 是吧 这里是智能出价的 然后屏蔽词的话 大家就可以屏蔽这个大词 watch 为什么呢 我们做的是智能手表 因为这个手表 分为很多种是吧 有男表 女表 有儿童手表 有实音表 又有机械表 还有智能手表 对不对 还有电子表 一大堆表 那这个表你到底是卖哪个表呢 是不是 所以这个大词是不要的 因为你上面挂的是smart watch 你这个watch 也会烧到你这个链接的钱呢 明白吗 所以大家要把这些大词不匹配的 通通把它给屏蔽掉 好的 这里地域的话 还是一样的 就是说 这里 这里阿里巴巴后台的话 已经帮你宽好了 墨西哥 美国加拿大 就是你的主市场 他溢价的话 溢价了130 是吧 然后西班牙 德国英国 然后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进行溢价 是吧 哪些东西 哪些市场要 哪些市场不需要 好 我们点开我们的返回 好 趋势明星之后的话 我们再创建一个流量趋势吧 今天 大家 看一下 今天应该是最后一天了 还是到20号 到20号 这里是 今天是21号 是吧 他还没到 他应该这里算的是美国时间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 有红包去领一下 看能不能领的到 好 这里的话 还是趋势主题的话 是smart watch 你看趋势指数代表主题上升 好 再上涨空间大指数大 竞争力 说明命中的产品多 还是说坑位多的意思 然后这里预算化 50 试一下 这出价0到3 好 我们 点一下 哦 哦 sorry 他这里的话 我已经创建了一个计划了 我们换个计划 创建一个计划 这里50 50先小事牛刀哈 看一下有没有用 这0到4 好 你创建 创建成功之后的话 我们去点一下管理 好的 屏蔽词还是刚跟刚才是一样的哈 屏蔽一下大词哈 就是你要烧就尽量烧精准的词哈 那地域标签跟刚才也是一样的 就是说哪些市场是你的主市场 然后进行溢价是吧 好的 说完怎么开通之后的话 再回来看一下效果哈 然后老师这个开通的一个情况的话 就是平均点击还是3块钱哈 然后平均推广时间的话 接近19个小时 然后点曝光的话 点击量是吧 然后 所以总的来说的话 这个点击的花费是很便宜的哈 点击的花费还是很便宜的 比起那个 关键词推广的话 它是有更 更好的一个 就是操作更便捷是吧 花费的话也会更低 好的 我们来一个总结哈 第一 首先什么是时间红利 就是 千万别人再不推的一个情况下 我们就要进去去推广哈 我们要有逆向的思维哈 逆向思维的情况下 大家就要搞清楚说 谁去值班做这些事情 明白吗 还是大家都在做这些事情 以结果为王哈 你不在我在 就是说 别人在找客户在找你的时候 你不在 你的同行不在 是吧 我在 让客户没有更多选择 快速成交 是吧 为什么很多人 在 谈判的过程中 会遇到一种情况呢 就是说 客户说 别卖的比你便宜 哎 你就觉得奇怪 别卖的比我便宜 为什么他还要找我聊天呢 是不是 其实那个人 卖的比较便宜呢 他在睡觉了 明白吗 就是说 他有可能 他不确定 他不确定 那一家卖的比较便宜的 说 品质怎么样 是吧 他就是要沟通一下 看你的一个 谈判这个技巧怎么样 有可能 卖的比较便宜的那一家 他是OEM的链接 是没办法直接下单的 有可能是吧 所以他只是告诉你说 那一家卖的比较便宜 就这一次 好 第二个 推荐广告有什么用 目前推荐广告处于 肉多狼少的状态 我们把客户比做一个肉 我们商家是狼 我们现在是随便吃肉 大家 我刚才也给大家看了 确实现在用的人很少 点开PC端 PC端才能看到 recommended for you 你看 刚才还有一个AD位的 现在AD位都没了 说明他钱 他钱被烧光了 应该是 就是开通了推荐广告位的 你压根没人推 你三块钱随便占前五很正常的 是不是 好的 趋势明星有何红利 以低成本获取客户 以趋势云主题吸引买家 是吧 进去点击 占坑位 占坑位 就是说 吸引买家进来之后 点击了我们的产品 会不会给你发询盘 就取决说 你在上的这些产品的话 是不是都是比较爆的一些品 有数据的品 是吧 好 第四个点很重要 能行动的 尽量不要用嘴巴说 不要说你有多少的欲望去赚钱 没用的是吧 你自己只会说 说完之后就去打王者荣耀了 是吧 没用 好 开通广告位 实在的 你要开通才有流量 是不是 你没开通 你有这样的能力 去获取自然流量 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但大部分我们的商家 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了 好 把我们的流量吸引到自己的店铺 让客户下单 备好货 年后再发货 是吧 先把客户套住 对不对 好的 今天的内容就这么多 然后 大家把 邦老师 扫一下 用阿里麦家扫一下 中间的二维码 今天老师讲的主题是 时间差引爆流量 然后用阿里麦家 扫一下 这中间的一个二维码 给老师进行一个 课程的一个评价 然后麻烦大家 花一分钟的时间 拿出我们的阿里麦家 扫一下中间的二维码 然后帮老师填一下课程评价 然后老师今天讲的主题是 时间差引爆流量 好 好 右边是老师的微信 有问题也可以问老师 但是平时比较忙 但是看到了我一定会回 好 但是我没有办法去回答你说 哎 你怎么那么多寻盘 是吧 我没有办法回答你 我也没办法你说 怎么样才能够做好国际战 其实有很多细节的问题的 你只能问我细节的具体的一个问题 我才知道怎么回答你 是吧 你问的问题太泛的一个情况下 老师是没办法回答你的 左边是老师一个抖音 刚才老师说的一些数据 所有东西我都传到抖音里面去了 然后里面有很多阿里巴巴国际上的一些运营的一些技巧 是吧 大家有时间也可以在抖音老师抖音去看一下 好 最后提醒大家一下 帮大家 帮老师拿出阿里麦加扫一下中间的二维码 进行课程的评价 老师今天讲的内容是时间差引爆流量 好不好 好 最后给大家一个tips 就是在我们未来的半个月多月的工作时间里面 加上未来的十多天的一个过年的这时间段 这里有接近25天左右的一个时间 20到25天 这个时间点是非常好接订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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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重要事情说三遍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同行的心已经不在工作岗位了 他们的心已经飞走了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就很利于那种 能用行动去做事 绝对不会用嘴巴巴巴巴巴说的这种销售 很利于这种实干型的销售 去争取很多订单回来 是不是 越到后面 就会发现客户问你一个问题 你年前能不能发货 那你年前能不能发货取决于两个点 第一你有没有货对不对 第二你有没有合适的物流商能干到年三十的帮你发货 是不是 只有这两个点 所以大家有需要合适的物流商 也可以找老师 右边的一个微信二维码是吧 老师在老师的朋友圈里面有个微信二维码 然后你自己去扫一下那个物流商 问他一下 就是价格是吧 价格的话绝对是很低的 然后大家对比觉得不错的一个情况下 可以放一两票的货给他去走 试一下效果 是不是 好 然后呃今天给大家的呃 tips就这么多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好好把握 准备要放假的这段时间 好好的接更多的订单回来 切记 年前一定要备一些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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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备少一点 但是你一定要备一些货 因为因为呃去年的时候 我们就遇到了就是说疫情间 其实我们都没办法翻工是吧 就没有办法上班 其实我们是有库存的 我们有库存的情况下 我们生意就停不下来 就不会造成说 我们每个月要付很多的人工跟场地 然后又没有收入 就很容易很容易挂掉 是不是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老师说的话 希望大家2021年都能够扭转乾坤 卖更多的产品 在三月新贸节能够大展拳脚 希望有时间的话 多跟大家进行交流 今天直播就到这里 呃感谢大家 呃感谢大家